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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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就可以变成一般的二人一次方程组来解决了 其实到这儿同学们也发现了 如果两次给了两个不同的比例经过了若干的操作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比例方程的办法把它呈现出来 只要方程的基本功过关 这道题是没有问题的 那另外一个办法都是什么呢 那就是在比例当中啊 其实也有很多不用方程可以解决的题目 而比例里面最关键的意见叫做寻找不变量 对于这道题来讲 我们来看看两次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是不变的呢 黑子减一比白子 黑子比上白子减一 两个去看黑子的数量发生变化 白子的数量发生变化 但是什么没变呢 一次是黑子减一 一次是白子减一 但是总量是没变的 都是总数减一 所以抓住了总量不变 我们就可以画成通比来做了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了 9加7应该得16份 而7加5得12份 也就是说原来是16份 后来是12份 但是你的总量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等量对等份 那就要变成12和16的最少公倍 最少公倍是几 48 所以第一个式子要同时乘3 变成27比21 第二个式子同时乘4 变成28比20 那马上就发现了 黑子减一是27 黑子是28 白子是21 白子减一是20 怎么样同学们 马上能够找到原来各有多少了吧 所以原来的黑子应该是28 而原来的白子应该是21 题目当中问的是原有的黑子比白子多几个呢 自然就是28减21的7个了 所以这道题我们寻找的是和的不变量 从而统一这个比例分数的和 在比例题目当中 这种寻找不变量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办法 也成为了很多比例应用题的切入点 好 我们来看看这道题目 但是在解析过程当中 教练老师来选择的是比例方程 也是同学们一定要掌握的 设核子里能有黑子 所以最后28减21等于7 原有黑子比白子就多了 7个了